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我们注意到央行发布了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这个报告为什么其实在业内还是得到了比较大的关注的 其实在正常的话 往常的话 你一个季度的货币政策的报告又不是年度的 也不是公开的货币政策 因为这个时点很特殊 刚开完二十大 大家都是关心这个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出什么样的报告 做什么样的表态 而且我们的经济现在又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在经济受到压力的时候 你的货币政策如何 央行是什么态度 开完二十大 你态度改没改 当然大家很关心了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央行的 以及国家的政策呀 对这个楼市的政策底已经到了 也就是这个楼市到底怎么样 楼市有多项的金融放松 包括支持保障房 租赁性保障房建设 包括保交楼还有国家的政策性的贷款支持 包括开发贷 国营民营要对等 包括可以展期 包括房地产公司并购 还有给提供金融支持 以及对于房地产公司的一些资产的清理清算 给支持的都是出了红头文件的 而这个报告本身呢 它并不代表红头文件 它只代表呢 可能是说一种公开讲话 但是这个公开讲话呢 对未来和目前阶段的一个指导意义 所以我们呢 也先看看它怎么说的 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开场了 说了国民经济明显回升 2022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了 同比增长3.9% 比二季度呢 加快了3.5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2.0% 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 继续保持物价形势的基本稳定 你看这一段话呢 其实它已经带了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帽子了 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这个增长还可以 起码呢 比预期的要好 另外呢 我们的通胀 也比世界其他国家呢 要好呢 不就对标着美国吗 美国现在呢 加西对它的这个衰退呀 干什么的影响比较大 它实际上它已经给将来要放缓呢 做了一些暗示了 找了很多台阶 它的通胀呢 通胀的数据 又下调了一些 有些地方是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油价嘛 前边的话呢 穿升的时候你通胀很厉害 现在呢 你要跟那同比比呢 就是等于比到了呢 油价已经比较高的时候了 所以这样呢 其实这个影响啊 相对就会小一些 所以这个通胀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先让你看呢 你前边的积累的基数 下边呢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 我们也看看那个 央行啊 具体的怎么说 第一呢 就是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就是运用呢 再贷款 再贴线 中期借贷便利 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 投放那个流动性 提前呢 完成上缴央行结存利润1.3万亿元 加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然后3000亿元的政策性开发金融工具 也落实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亿元的额度 就是央行呢 总结它的成绩也告诉你了 整个呢 流动性呢 我们是保持充裕的 也就是说这个央行啊 货币政策呢 下面还会给你保持一个比较充裕的流动性 短期内呢 利率不会太上涨 然后呢 你像房地产市场 资本市场 资金呢 还会比较多的 而且他也说了嘛 那可以再贷款再贴线 什么等等等等 这类似的表述呢 前面对楼市开发贷 还有一些什么的 也看到了 很多时候呢 形成这个再贷款再贴线的有效资产 很多事儿啊 都是房产啊 你看还有这些短期中期的 你看这借贷便利啊 央票啊 这些操作工具给你提供流动性 也就是说流动性会比较宽裕 比较平稳 而且房地产呢 你能作为再贴线的金融工具 我一直在说这个楼市为什么有的时候很重要 它不光是一个你消费者买房的问题 买房指它的增量占的很小一部分 它的存量是大部分的 它的存量里头呢 它后头的金融操作是很重要的 包括呢 银行给你放了房贷 它那个房贷的债权 也是很重要的操作金融资产的基础 也就是说你看人家四债危机 前面呢 还叫次贷危机 次级债和次级贷款 两个是差别很大的啊 好多人听不懂这种里头的差别 次级债呢 是债权 次级贷款呢 是债务 所以对于银行来讲呢 一个是资产 一个是负债 它实际上是用那个次级底啊 贷款呢 它可以发行次级债 这么说完了以后啊 就可以知道呢 在这个市场内呢 可各种金融工具放开 同时呢 这个央行有很强的 政策性利润上万亿嘛 提前交了 没到年底 也说明财政呢 比较紧张 那个各方呢 都在支持财政嘛 提前交了 洋行的上万亿的结存啊 再看下一条怎么说的 二 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 落实好 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 碳减排支持工具和其他专项再贷款投放 截止9月末 科技创新啊 普惠养老啊 交通物流等专项再贷款 合计已发放超900亿元 设立额度2000亿元以上的设备更新改造专项贷款 我们对一些小微啊 对一些创新啊 对一些什么呢 我们央行的补贴贷款的力度呢 会增加 也就是说这是专项的 有补贴的支持金融发展的 这也是呢 二十大以后的央行表态啊 我们再看呢 下一条又说啥了 三是深化利率市场化 改革发挥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也就是ROPR 改革效能和指导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的贷款啊 是要根据市场操作利率的 你像八月份呢 公开的市场操作利率呢 下行了十个基点 带动呢 五年期和一年期的下行 九月份呢 因为放宽了 部分城市的手套房贷款利率的下限 公积金呢 什么也在下降 这一条表述啊 写实上你就告诉你 那个降息呢 不太容易了 但是央行呢 想保持这个利率的稳定 甚至略有下降 为什么讲降息不太容易了呢 前面我们也讲过 中国和外国是竞争状态 美国一直在加息呢 你在这降息 而且我们汇率呢 压力非常大 下边这个公开市场利率 也就是说呢 我的那个流动性很多 我的贷款呢 我们的银行间呢 已经在银行发泛贷款啊 它呢 利率是多少 就公开市场 好像是市场来决定 其实美国呢 美联储更多的呢 这个利率啊 就是调整的公开市场 中国的加息 中国的央行控制率 和美国不一样 中国的它要是公开的降息呢 那就直接降了各种贷款的利率 这样呢 一降了以后呢 直接影响银行的利润 因为存贷利差是很重要的 是利润来源 存贷存款要是什么等等 所以它这一个表态啊 你新的贷款 可能呢 按照一些市场利率呢 能低一点 老的贷款呢 对不起 不动 银行还要只收高息的 否则呢 那些老的贷款好多呢 它随着利率下调 但是呢 有一些贷款呢 是和这个基准利率一起浮动的 你看现在呢 房贷很多都改成浮动了 这个故事啊 也就表明了这个 这个 央行呢 实际上啊 在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降息需求的时候 央行呢 不愿意降息 而且国际压力又大 实际上这事呢 做出了这么一个表态 实际上对于这个期望降息的 估计呢 这个降息要落空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的话 这降息很难发生 我们再看一下后边呢 又说了啥 第四 把握好内外平衡 深化汇率市场改革 坚持什么什么 第五呢 那就是牢牢守住 不发生金融系统风险的底线 最后告诉你一些数据 就是信贷总量呢 增长稳定性增强 一至九月份呢 新增人民币贷款 18.08万亿元 同比呢 多增1.36万亿元 九月末 人民币贷款 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规模 同比增长了 11.2% 12.1% 10.6% 小微贷款呢 余额同比增长了 24.6% 30.8% 九月呢 企业贷款价权平均利率为4.0% 同比呢 下降了0.59个百分点 后头还说是外部环境严峻复杂 加强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行力度 高好跨周期调节 等等等等 这个呢 根据其他的一些话 大重小异 其实反正看一看呢 在后头就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国家呢 需要我们的金融安全嘛 金融安全底线嘛 还有呢 这个外部的汇率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这两条事先告诉你了 就是外部汇率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另外呢 给你了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说呢 M2呢 增速还很高 其实M2到底增速高不高啊 你得看呢 利率 同时呢 你得看经济发展 就是你经济发展了 你需要货币就多了嘛 跟经济匹配的 第二呢 你利率多少 通胀多少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东西资产价值涨了多少啊 还有呢 为什么跟这利率有关啊 你要知道所有的M2的货币都是存在银行系统的 银行系统呢 它要发利息 它本身就会增加那么多货币 你把这事看清楚 它跟利率有关 跟经济增长有关 跟通胀有关 但是呢 我们这三项呢 都是在低位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这个流动性是宽裕还是紧张呢 不单看M2的增长 要看啥呀 你M2和这个三个指标中间呢 它的大小关系 这话呢 就说到这儿了 我们的这个流动性呢 现在还是比较宽裕的 谢谢大家 今天啊 整个的呢 就跟大家分析到这儿 分享到这儿 再见 谢谢